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大家所最熟悉的或者是最早接触到的一个气质的变化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十八木板的骗招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黑旗小木 白旗小飞挂 这个一间低加 这个是最常见的 然后当白旗小飞的时候 黑旗普通的招法是爬一个 然后跳一个 这个是普通的定式 但是黑旗现在直接拆二 拆在这里 这个就是一个骗招 那么白旗如果顺着黑旗的意思 就这么冲下去 那么黑旗就会展开一个最典型的气质作战 白旗看上去招法都没有问题 然后黑旗冲断 那么白旗这时候可以吃 吃完飞 可以杀黑旗的脚 但是黑旗可以通过气质获取外事 白旗立 然后黑旗就俗冲 白旗挡住 黑旗断 那么断完以后 由于有了两打 黑旗外面呢 那么长了以后 就可以呢 由于这里打了两下 就可以夹住白旗 白旗从外面呢 就冲不出来 那么冲不出来的话呢 白旗就只能在脚上收气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啊 我们说到的最著名的十八木板骗招 然后黑旗打吃 白旗提掉 这样的话呢 虽然白旗呢 把黑旗的脚吃了 但是呢 黑旗通过气质 获得了这个 非常这个壮观的外事 而白旗在这个脚里面呢 只有十八木 这有一木 十八木 加上这个 也算上半木 就是说呢 白旗只得到了十八木板 那么这个旗呢 可以说呢 是白旗啊 大亏 大亏 这个是典型的这个气质的陷阱啊 嗯 或许这个定式呢 大家都 嗯 已经这个 比较熟悉了啊 比较熟悉了 那么我们这个举个例子呢 就是说明呢 这个在我们这个围旗的这个 技术里面 这个气质呢 也是就是说 一个常用的这个招法 简单的补充一下呢 就是说呢 当你遇到这个骗招的时候啊 当你遇到这个骗招的时候呢 那白旗也呢 就是说呢 很好应对啊 很好应对 当黑旗走这个骗招的时候呢 那你白旗就简单的冲 完了 然后 跳一个 就可以了啊 这个 其实这个结果呢 黑旗呢 就出亏了 黑旗 虎一个啊 那么 白旗呢 再一飞 这样的白旗呢 也是一个 不错的这个局面啊 黑旗应该来说呢 相对是吃亏一点 如果你拆这个二呢 那么白旗再搬下来 这个就 没有任何问题 这样黑旗呢 也不行啊 当然 这种呢 可以说呢 只是一个这个比较 低级的骗招啊 比较低级的骗招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个职业棋手的对局中啊 几乎呢 是不会出现这样 嗯 这个简单的失误啊 但是 在高手的对局当中啊 有时候呢 也会出现 这个一个定时中 出现这种 大的气质的这个场面啊 虽然不多见 但是呢 有时候呢 在 这个 高手的对局中啊 就是说 出现这种概率呢 也是有的 那么呢 我们下面 就来欣赏一盘啊 前不久 中国龙兴藏 这对局中啊 韩益州市段 对阵 朴文尧的对局中呢 就出现了 开局啊 这个大规模 气质的这个场面 那么我们呢 来欣赏一下 这盘棋 这盘棋是由 韩益州市段呢 这个 直黑先行 朴文尧呢 那我们大家当然是非常的这个熟悉 那韩益州呢 也是一位年轻的这个 好手啊 现在是在 北京这个中兴队 这个效力啊 那么这个布局呢 是比较普通 这里呢 也是一个 普通的定时啊 由于和我们的这个 嗯 嗯 主题呢 没什么关系 那么我们暂时呢 就 嗯 对此呢 不做过多的评价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定时 大家呢 看一下就知道 嗯 黑棋呢 旧外式 白棋呢 速度比较快 那么现在黑棋挂 白棋外靠啊 这个白棋是 想这个 照顾一下呢 这个上方啊 因为这里黑棋呢 现在是 稍微有点这个外式 那么白棋呢 照顾 外靠呢 是想照顾一下 这个上方 然后呢 黑棋拖 那么这时候 白棋顶 打车 挡住 啊 这个可以说呢 是在这个 呃 左上的这个定时里面 是白棋是最凶的一种 这个下方啊 最凶的一种下方 就是说 大家从这个 这个外观上呢 就能看出来 这个白棋啊 就是不但这边要封住 这边呢 也要封住 就是说整体呢 要把黑棋 包围在里面 就让黑棋呢 活个脚 两边的外式呢 都想得到 那么当然 作为黑棋来说呢 肯定是 不肯的啊 如果 说只是简单的 搬张去做活 这个肯定是 黑棋呢 比较吃亏的 一个下方啊 因为由于 白棋搬张还是先手 黑棋呢 继续搬张的话呢 黑棋虽然活了个脚 但是呢 两边啊 都被白棋呢 给封住 这个肯定是黑棋呢 嗯 吃亏的 黑棋吃亏的 所以说呢 黑棋在这时候啊 会反击 那么黑棋呢 就是说 先搬一下 这个是个定时 然后 然后断啊 一定要寻求一下呢 白棋外围的毛病 那么白棋退 黑棋这时候呢 再沾上 那么白棋虎的时候 黑棋再长 啊 就是说不能让白棋外面 走得这个 太舒服 太舒服 然后呢 白棋拆翼 这个不能跳高的啊 跳高的直接呢 就被黑棋冲断了 这个白棋不行 由于不能这么打 只能爬二路的话呢 肯定是吃亏的 所以呢 跳这个 那么这样以后呢 就形成了一个 比较复杂的定时啊 复杂的变化 当然这个呢 也可以算做一个定时 在高手的对局中呢 也出现 也出现过 甚至于来说 还有一阵子流行过 那么 接下来呢 黑棋的变化是小尖 这个是形状的要点 形状的要点 然后呢 白棋倒户 这个当然不能长 长直接就被黑棋挖死 所以倒户 那么 这个时候呢 黑棋比较关键的一手呢 就是挤住 这个是 这个定时能不能成立啊 就是看这一步棋 如果不挤的话 直接在外面走不行 因为你外面走了以后呢 这个白棋啊 一虎 这个黑棋脚上呢 就已经死了 这个黑棋呢 是不行的 因为你在挡的话 白棋这个 做活是先手 那么在一半 这个黑棋简单的呢 就是死了 黑棋不行 那么 不搬外面 如果去直接呢 做活脚上的话 直接做活脚上的话呢 这个呢 也不好 那么白棋猜出来 即使你这个挤 是先手 但是 由于白棋的 这个外围的 这个形状 它比较完整 那么黑棋这三个子呢 没有太多的借用 只是一块枯棋的 飘在外面 这个黑棋呢 肯定是不可能 那么所以黑棋呢 就想呢 挤一下 这个挤一下 那么挤一下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白棋你老老实实沾上 那么有了这个交换以后呢 我这个里脚上呢 就已经活了 那么我就可以 在外面兴起 因为你再走这个的时候呢 我这个挡势先手 你再提掉呢 那么我就 做活 就可以了 这个和刚才 这个直接搬 相比呢 就外面呢 插了一手棋 插了一手棋 所以如果走成这样呢 白棋呢 也不能满意 所以白棋也得 这个 打上去 打上去 硬着头皮打上去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形成一个呢 大型的这个气质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 黑棋先打一下 这时候很关键 在动手之前 如果你以后打呢 有可能打不到 白棋装上 那么黑棋在扑 双方呢 在这个脚上 就要形成了 你死我活的对杀 因为黑棋扑了这个以后 黑棋自身呢 也没有退路 没有退路 这个脚上几乎就给自己 给扑死了 那么只能吃 退 黑棋爬 这时候呢 白棋呢 帮助 这个大家要小心啊 因为这虽然也是个定式 但是呢 一个手术比较多 也比较复杂 大家如果这个学习的话 就一定要把这个记好啊 因为 这中间黑白啊 谁 有出现一个差错 就有可能这个崩溃啊 就要崩盘 所以这个一定呢 大家要记住 那么 这个打吃了以后呢 接下来呢 白棋呢 就是说呢 有这个 两种变化 白棋有两种变化 我们先看看脚山的对杀的情况啊 白棋如果去 和黑棋脚山对杀 白棋呢 其实是可以的 另一个 那么观中局部来说 黑棋打 白棋搬 黑棋呢 就剩下三棋棋 如果想紧住 单纯的紧弃呢 那么这样气势不够啊 这个紧不进去 这个 黑棋死了 那么 如果顽强的作截呢 这个 也是属于这个 出棋无截 这个黑棋扑进去 没有截裁 这样看上去 虽然是黑棋死了呢 但是由于黑棋在这个对杀中 这个提示先手 这个提示先手 那么呢 黑棋就可以 可以弃掉这个 脚山 打车 你这个不能跑 因为跑的话呢 它这个一提啊 是先手 你还得走 这个被真死 那你不走的话呢 等于就是说 以后黑 以后呢 你收弃 它提 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黑棋呢 可以通过 弃掉这个脚山 在外围呢 获取很大的利益 特别是 拔棋这三个子啊 是非常的这个壮观 非常的这个壮观 那么 这个呢 也是 白棋呢 不能满意啊 这个 虽然能吃掉黑棋 但是呢 白棋这样的话呢 是要吃亏一些 那么 在这个时候 那么 朴文尧呢 就 反过来啊 没有呢 选择去 这个 杀这个黑棋 没有去 这个 杀黑棋 反过来呢 白棋 在这里呢 选择了一个呢 大型的 也是说是 大型的这个 气质的变化 那么 白棋呢 是怎么走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白棋呢 是拐打 拐打 然后 黑棋这时候 只有提 不能张 如果张的话 那么白棋呢 可以再去杀这个 黑棋 那么 黑棋呢 这个是比较 这个外围 这两个交换呢 黑棋就 吃不了白棋外面 这个 黑棋肯定不行 提 那么提的同时呢 以后这个气呢 就可以收进去了 实际上白棋这个脚上呢 就死掉了 然后白棋打车 黑棋张 张完以后呢 白棋再一飞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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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个 白棋啊 这个里面 有四棋棋 白棋里面呢 有四棋棋 那么可以说呢 还是有很多的借用 而且白棋这一飞以后啊 这个黑棋呢 这个外围啊 看得见了 只有三棋 那么呢 黑棋外面呢 必须突围 所以呢 这个变化 依然是 非常的复杂啊 大家都要 双方啊 都要非常的小心 好 我们来看看黑棋呢 怎么这个 逃跑啊 那么白棋飞了以后呢 黑棋呢 怎么跳 是跳不出去的 那么只能呢 哎 走这个鼠手 弯出去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能看到 这个打吃的作用啊 如果你忘了交换这个的话 那么就被白棋 直接呢 就吃掉了 黑棋打啊 现在呢 等于就是说呢 黑棋 是在白棋的 这个命令下 新棋啊 这个是 只能是跟着这个 白棋走啊 这个是 然后白棋 爬一下 再呢 继续啊 夹住啊 紧追这个 黑棋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就是棋盘上的 已经形式呢 可以说是比较明朗化啊 就是说 白棋 这肯定呢 是在棋子啊 大家不要以为 这个黑棋是绝对不能死 黑棋死了 这个棋就结束了 那么白棋 所以肯定呢 他当初本来可以吃黑脚 但是呢 他现在放弃了这个变化 反而呢 弃掉自己这一对 来获取呢 这个外围的这个便宜 那么黑棋也只有 一个一个往外冲啊 这个黑棋是没什么好想的 打吃 拐 黑棋叫吃 白棋退 黑棋在冲啊 这个都是 必须 命令型 只有往外冲啊 由于这个黑棋相对来说 气势比较紧的 白棋外围呢 还是有不少的借用 然后白棋呢现在冲的时候呢继续拌 黑棋还得打 然后打吃啊 不过黑棋呢刚好啊 可以这个逃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 虎一个啊 是这个 逃出来的这个好棋 如果 只是沾上的话 那么被白棋这一拐啊 这个里面黑棋依然只有三棋 而你搬的话呢 它这个 就沾上 这样呢黑棋不行 所以虎着逃跑啊 是好棋 这个白棋呢 是分不住的 当然不能这样 这样被打死了 虎这个呢也不行 虎这个呢 它正好 这一冲 你搬呢 它就打吃 打吃 再打吃 这个那就不行 所以白棋这时候呢 也是沾上 黑棋贴 现在呢 基本上能冲出来 不过白棋呢 继续呢 以气质为目的啊 来获取这个外围的这个便宜 好 现在呢 白棋在冲的时候呢 先搬一下 这个是先手 如果不硬的话 白棋再一搬 黑棋要差一气 黑棋依然是要补 白棋呢 再继续搬这个头 牢牢的这个 这个封住黑棋 黑棋呢 打吃 然后这时候呢 黑棋由于里面呢 这个有三棋棋 这个可以先呢 尝一下 尝一下的就是说 马上要打吃 真实 这个白棋呢 必须得硬 提掉啊 白棋在中复拔一朵花啊 也是很有这个收获的 然后黑棋吃 继续往外跑 那么这时候呢 白棋这边啊 这个外围已经便宜不少了 那么这个里面的气呢 再及时的利用一下 这个是先手 还是要搬死你 那么黑棋印一个 白棋再逃出来 逃出来以后呢 这个黑棋呢 也是不肯啊 黑棋现在 由于白棋这个收了气以后 虽然这个白棋只剩两气了 但是呢 黑棋也不肯让白棋这个断了以后呢 自己在里面呢 再把这两手呢 给这个拔起来 这样的效率太低 所以呢 黑棋接下来 哎 单断 这个是好气 好气 那么这时候呢 白棋是 不能够这个逃的啊 如果你去吃 那么就中计了 这时候黑棋呢 有单斑的好手 单斑的好手 这里要针死 这里呢 要粘上吃掉 你现在不能打这个 打这个它粘 那你提 这个倒是跑掉了啊 这个倒是跑掉了 但是你打这个的时候 人家有这个回头针 的妙手 这样白棋啊 就被黑棋针死 所以白棋不能冲出来 那么不能冲出来的话 白棋呢 就 干脆啊 一气到底 搬这个 你帮这个 黑棋呢 再粘上 白棋就是 不但把里面弃了 把这个外面呢 也都弃了 然后呢 白棋在厚实的 拍掉 那么可以说啊 从这个脚上的啊 这个挡下去开始 到现在呢 专方在 这个左上啊 甚至来说这个四分之一多个棋盘 就走出了一个超大型定式 可以说是超大型定式 那么这个定式呢 结果呢 白棋就通过这个弃子 弃了很多个子 在中央呢 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后视 外视 在上边呢 也有收获 那么这个棋 已经是 现在是102首啊 也就是说 一个定式就100首 就差不多出去了 那么这个结果啊 到底怎么样 我们总得呢 有个这个 年终结算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白棋这个通过弃子 那么黑棋收获了多少啊 这个一幕呢 有可能要补回去 那么 黑棋这里是12 13 14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32 34 35 36 这里要扣掉一幕 35目 36 37 38 39 40 也就是说呢 黑棋在这个局部 获得了至少40目的这个实地 因为以后还有可能搬 吃掉这两个的话呢 就有45 反正算个算半的话呢 大概42 23目齐 就说这个局部 白棋弃掉啊 42 23目齐 那么所得的呢 就是这个外舍 这里拔了一朵花 这里又等于是吃了两个啊 我们俗话就是常说啊 这个中复开花 这个三十目 那么拔了这个两朵的话 应该呢 就是说呢 还是有这个三十目的价值 这个结果来说呢 黑棋得到了实地 白棋得到了非常厚实的这个外势 应该这个结果怎么样呢 应该来说客观的来说呢 还是双方可行的啊 一个变化 当然呢 有的这个库外这个实地的棋手啊 觉得当然是黑棋不错 但是也有喜欢外势的棋手呢 觉得这个白棋的外势啊 威力呢 是非常的这个大的啊 那么这个大啊 是怎么个大法呢 那么我们后面呢 再看几步实战啊 就能体会到这个白棋的这个后势的这个威力啊 后势的威力 白棋吃掉以后呢 这个呃 外围非常厚 那么黑棋呢 势必呢 就要做一些防守 首先 黑棋呢 打吃 这个打吃和这个白棋这个段交换 本身是亏的啊 实地上是亏的 但是呢 由于白棋外面太厚啊 这个没有办法 如果你不交换的话呢 白棋随时啊 不是说 或者说是马上 它就可以呢 顶断 把这个黑棋断开 那么一旦被断开以后呢 黑棋当初 我们所说的 还有可能是外式的 一下子就会变成这个孤起 这个是 可以说是白棋这个后卫的威力 黑棋呢 只能补 白棋断 黑棋提 白棋张上啊 在局部呢 这也是一个这个 普通定型 那么黑棋 为了防止 这个或者是 消掉这个白棋的外式啊 不得不在这个右上呢 做出一个这个相对亏损实地的 这个选择一个亏损实地的变化啊 这样等于把这个脚连脚带边 都归了白棋 那么这个呢 也可以说是白棋 这个外式的一种收获 另外的这种一种收获 那么走完了以后呢 黑棋在这个下方啊 也不得不采取最老实 最稳健的走法 拆二 因为这里 白棋这里也很厚啊 普通来说 就是说 当然效率高一点 应该是高低配合啊 或者说 甚至来说 我先飞一下等等 但是呢 由于这个 白棋比较厚啊 黑棋呢 不能轻易被白棋打散 你飞这个啊 白棋有可能 肯定是要打散你 打入啊 甚至来说 直接走到这 都有可能 这一类的招法啊 你做活呢 然后白棋再挂进来 那黑棋一旦 这一带出现孤棋啊 白棋走这个也可以 等等 一旦呢 黑棋出现孤棋 往外跑的话 那么这个白棋的外势啊 就会有很大的这个作用 所以呢 黑棋也不得不啊 畏惧白棋的外势呢 选择呢 比较这个委屈的 最稳健的 这个补回来 然后呢 白棋挂 双方呢 形成这个战斗 虽然啊 暂时我们看不到 这个黑白棋的这个外势啊 有多大的 这个呃 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但是呢 它的威慑力 也逼迫黑棋 走一些损失地 或者说呢 是效率低的棋啊 这个也是白棋的 厚实的作用 那么进行到此呢 可以说呢 还是一盘这个 非常难解的棋啊 那么白棋通过棋子以后呢 同时还有一个优势呢 就是说呢 拥有这个 劫财的优势啊 劫财的优势 那么 对于黑棋以后的新棋来说呢 也是呢 一种威慑力 威慑力 那么这盘棋最后 也是直白的这个 朴文尧呢 获得了胜利 当然了 这个我们不能说 他棋子就便宜了 但是在这个 职业高手中啊 一个局部下马 白手 而且是大棋子作战 这个呢 也是非常这个 少见的啊 值得大家欣赏 不过呢 如果您想这个 模仿的话呢 请一定呢 这个要注意 因为这个 中间的次序啊 是绝对呢 不能错的 好 那么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